深更半夜,你们私闯民宅,要干什么? 买粮 说好了三天,这刚一天你们就沉不住气了 李会长,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我信任你,可是你却欺骗我 长官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到现在了你还和我装糊涂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把仓库的门给我打开 李会长,打开吧 既然你不把我们大日本皇军作为朋友 那我们可就失礼了 老爷 老爷,没想到,你的卧室里也有暗道 懂得粮副啊 什么废话,把这桶汽油浇上 老爷,这一把火要把这粮食烧喽 多可惜啊 那也不能便宜的小鬼子 浇 是 老爷,我交代你的事情一定要办好 这封信 你交给易永军 告诉他们,我李有才不是汉奸 是个商人 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老爷,咱们一起走吧 来不及了,你快走 老爷,我不能扔下你付款啊,老爷 我叫你快走 走 老爷 这是粮仓的大门 给我敲开 是 爷爷 是你给日本鬼子告的密吧 是我 爷爷 只要归顺了日本人 我们就能成为人上人 成为受人尊敬的人 你给我记住 人才会受人尊敬 人要是变成了狗 就会招人打招人骂 爷爷 你要还认我这个爷爷 你就听我的话 年轻人犯错误 老天爷都会原谅 从现在起 你给我挺起腰杆来 跟着共产党抗日永军 狠狠地打鬼子 给我们老李家争口气 给我们的老祖宗争光 报告长官 敲不开 把他给我炸了 是 爷爷 快走 男儿 打鬼子 不做王国奴 爷爷 你快走 你快走 我真的想要 我真的想要 你快走 你快走 大家一定要记住 鬼子又欠下我们一笔血债 一定要让日本人血债去还 爷爷 都怪我 我没有保护好您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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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姨不哭了 妈妈妈妈来看你做什么 不哭 大白大娘 也被日本鬼子伤害了 妈妈 爹 爹 陆儿不笑 回来吧 爹 儿子 来看你来了 爷爷 我的好爷爷 我会想你的 爷爷 您放心 你一定给李家争气了 你祖祖正光 娘 您怎么来了 我来送送李老爷子 你老爷子 水牛村的老少爷们儿 敬祝你 敬祝你 想念你 想念你 你一路走好 我一定会好好地杀鬼子 替您老报仇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家里的事我就交给你了 爸,保重 李南这个人,我费了这么大的劲都没有摆平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不会明白的 不会是 把你的手给我松开 你这种人真是下作 就会想这些龌龊的事 你和李南的差距也就在这儿 李南? 不会吧 在我眼里有两种男人 一种是让我鄙视的男人 另一种是让我尊重的男人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你鄙视的男人 李南是你尊敬的男人,对吗? 是 你说得很对 我不信 在你的美色面前 他真的能坐怀不乱? 你的这种表情让我更加坚定 我的判断是对的 请你记住 你和我之间肉体上那点事 结束了 而且你必须忘记 我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你 你想做毒蛋 对 李老爷子的遗愿 我们必须要替他完成了 这个主意好 我想想办法 应该没问题 成功了 我这个姥姥 这可比手榴弹厉害多了 手榴弹算什么呀 看见这个铁钉了吗? 经过我的改造 这种地雷的杀伤力 比鬼子的排击炮要大得多 这弹药上的毒 进入眼里 嘴里 都会致命 等我把毒弹治完 你找些细心的队员 我和小春 亲自教他们使用 太好了 这一位 王鑫 提升时年仅十六岁 是国军赶死队队员 他是用一款手榴弹 炸毁了敌人的坦克 这一位 刘泽 他枪怕了多少鬼子 我们无从所知 但是 他身上几几个弹孔告诉我们 他是坚持战斗到呼吸停止 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 都是牺牲在与日寇搏斗的战场上 他们都是党国最优秀最荣耀的军人 报告主任 讲解完毕 请顺势 今天教官对你们的狠 就为了将来 在战场上要保住你们的命 你们要恨 就该恨残暴的日文法西斯 这些牺牲的战友们 是我们的同胞 是我们的兄弟 他们是为祖国 为人民而牺牲的 我们捍卫了我们民族的尊严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人 我希望你们的将来 能是英雄中的英雄 下面 让我们向一定牺牲的英雄们 敬礼 来来来来来 同志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苏北啊 马上就要建立抗制根据地 而且从今天开始 我们抗日英雄军 将正式编入新次军 好 叛星星叛月亮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我们也算是正规部队了 告诉同志们 军装马上就会运到 军装一到 立刻发下去 没人一趟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 去吧 真是好事啊